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五时迅机 还有十凌分钟下午就开始了 这次嘉宾我们Mike在帮大家看看后市的情况 你好Mike 你好 Mike 见到港股半日表现没什么方向 都是反复少少暂时都可以反复靠稳 下午有没有机会可以跟A股那边做好些 都很乐观的 你看着今天港股曾经跌过 但是下午已经收复失地 似乎可以微升 还有持续多一只我会形容为旧经济的股份 煤股 银行股 甚至地产股 蓝筹都可以破一年的高位 其实某程度上反映得到大市的气氛 是非常靓仔 所以我自己都相信应该可以突破到 超越到一月中的时候那个高位 甚至乎是说 未来一个星期可以 站稳25000点 都看着恒指可以站稳 在100天线楼上 所以我自己看稍为可以 未来的投资环境 我觉得都可以保持一个乐观的趋势 所以我们就在这 嗯 蓝米对未来的前景的看法 都是乐观点 暂时本日都可以升19点 24943点 我们都抽一些蓝筹股来看看 抽一只中国移动来看看 看到中国移动最近强势 看看他们整堆的中资电讯股 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 看到今天的中资电讯股 就个别发展格局的 看到中电讯就跌凉先 中国联通跌一先 中国移动方面 今天都暂时都可以半日升5毫子 日中高位都上过57.25 消息方面 都是看到他们星期四 即昨天回旧在香港上市的股份 每股作价介乎56.6毫半至58.1毫半 回购大概730万股 用了的钱就大概超过4亿2千万左右 都要请教一下Mike 看到中国移动股价 今年以来都相对强势 加上公司有回购股份的消息 有没有机会股价可以向上望 上回六字头 是不是都有些机会 我相信是很大机会 当然你说今年以来 股价这么凌厉 最主要是他们成功回归到A股 集到一大笔资金 还有公司管理层 上个月已经打开口牌 说明不满意股价 股值这么偏低 准备公司会斥肢去回购 最终落实了 近一超过一年的 昨天已经见到公司回购 甚至乎不乐观地看 股价其实累计升了这么多 但是公司都愿意在一个高位 56至58元这个水平 是入场回购的话 所以我相信 未来短时间内 有机会可以再破一个新高 或者向上望60元 其实另一个原因 你看看中移动A股的表现 最近都非常强势 破了上市之后的高位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投资气氛背景的带动之下 中移动有力可以上望60元 就是对中移动的前景都相对看好了 中移动今天暂时半日升幅 近1%保持56.8元 看完电影信股 不如看一些芯片股 芯片股里面 都是见到焦点股 有一个中芯国际 见到中芯国际今天股价 相对升幅3%以外 其余是个别发展格局的 不如详细和大家看看 今次中芯业绩之后 大行的看法是怎样呢 高盛和麦格尼都认为 形容今次中芯业绩 今季业绩指引强劲 高盛觉得受惠产能扩张 需求强劲 带动产品平均售价改善了 相信市场未来 都会关注晶元价格走势的进展望 未来多贵呢 需求能否保持到 以及今年的产能扩张计划等等 都要先问一下Mike 你对今年的晶元价格的走势是怎样呢 是否和大行的看法都一致 看着晶片短缺的问题 今年未来都会持续帮回晶元价格走势呢 都会 你看着一些行业的预测 晶元整个行业 可能一两年甚至乎三四年的时间 都会维持着一个良好的景气 我相信今年的晶元价格 都会是平稳稳步上升 也都看着公司配合得到 最近的那个产能扩张计划 配合强劲的需求 我自己相信今年的业绩 应该都不会差到去哪里 其实如果你说再细心看 公司出到来 那个业绩看得到 其实第四季度 只是那个无理率 或者收入都达到公司的指引 那个上端的话 我自己会相信 未来上半年 或者今年全年的业绩 都不会差到去哪里 所以反而股价上面 你问我 虽然你说最近 人牌子弹回来 叫做说由低位 一个小圆底弹回来 但是好像 都是相对上落后大市 我自己觉得 都有一个不上忙的空间在那里 我看到大行的税信 看法好像和Mike你都差不多 他就觉得 中生事业今季的无理率 可以继续升 和公司他们在成熟制程方面 有个优势 和都是讲到一样东西 晶片国产化的趋势 我相信 未来好的业绩都可以继续 Mike你都看好 他们中心今年的业绩 都可以不错 刚才你说股价 可能都会有些支持 有没有说 可以向上望到去什么位置 始终见到中心股价 都比较闷一点 都在20元以下一段时间 有没有机会 可以再突破一些高点的位置 我相信有的 不过给一些 叫做给一些耐性 其实出来的业绩是理想的话 不多不少 其实今天的股价已经开始在反映 再加上大家的心态 都是说国内的需求 和政策的扶持的话 对中心的长远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你问我 近半年的弱势 或者是走势相对上比较弱 可能多不少都始终担心 来自美方的制裁的风险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一件事 可能已经叫做救调重弹 又或者可能在股价上面 在股价上面 已经某程度上反映了 所以不给一些耐性 你都是需要靠公司 一直每一个季度出来的业绩 是达到飙的话 我相信至于到最后的股价 怎么都会反映得到 所以我会抱着心态 有些耐性 现在水平是值得吸纳的 但是第一 今年上半年 我自己的目标 可能放在25元左右 阿米的目标 中心今年就是25元的位置 今天中心都建立了一个月高位 上回20元楼上 日中高位20.5元 最新就是20.4元的位置 好消息 除了中心国际之外 太平洋航运也有一个营起 预计去年可以扭规为营 可以转赚8.3亿至8亿5千万美金的 情况都是受惠干散货运的强劲增长 帮公司的收入上升 还有一个一次性 预期预期预期一次性 一个超过1亿5千万美金的一次性 回报 看到营起消息出了之后 股价都立即有些支持 2343都建立了一个月高位 上回4元楼上 都请教一下麦 看到太平洋航运业绩营起之后才对 5年盈起之后 不估计到立即有些支持 是否反映市场对今次的盈起也有些惊喜 不是 也有些意外出到来的数字 你拿回上半年的数字 比较都反映到下半年的强势 都是持续的 可能是这方面有些惊喜 其实你看着前一段时间 公司的股价曾经跌到跌穿3元 说的是2.6 2.7这个水平 已经强势反弹了 但是技术上面的走势 有些少担心的 虽然今天的股价是弹了上来 但是都会怕着有好像 实际于之前4.1 4.2至上一个高位 可能叫做蟹货区 可能是这一段 4元流上的水平 都要时间去消化 我会觉得业绩出来是对版的 只不过在技术因素上面 可能始终进入这类的蟹货区 都要时间去整股 很难说这么急 可以真是突破到高位 看到太平洋航温 今天升幅都一到半天来说 都在捱半成 今天的升幅是否都反映了盈期的消息 都会的 其实你已经看着 公司的股价已经升了5% 我相信那个盈期的因素 多不少都反映了在股价上面 未来可能你真的要等到公司 3月份业绩出来 看看那个派息有没有增加 或者会不会派息特别息 才有一个催化剂 令到股价可以突破一年的升高 我们看到一堆航温股 部分都可以更胜 看到比如说中远海控 半日来说 跌近4%的升幅 报是15.72% 3月6日东方海岸国际 轻轻靠找 招商局港口 中远海运港口 港口股都可以升 看到招商局港口报是15.98% 中远海运港口报是6.98% 不如跟大家跟进一些煤炭相关股份 看到资源股份最近都做得不错 不过这一节跟大家看看煤炭股 因为早前大摩就说 内地的煤炭价格 今年累升超过两成 内地方面可能会采取一些增加供应 和控制价格的综合措施 把煤炭价格在现在的高位度拉下来 都要请教一下 Michael你怎么看来着煤价走势 煤股方面如何保处 都很波动 其实都不用预测了 昨天在官媒上已经开到口 觉得煤价是省得太急 需要有一些稳定的措施 所以你会看着那些煤股 虽然你说今天可以破到新高 譬如险煤 但是其实你看近这几天的股价 都非常波动 始终大家都会担心 中央真的有一些压价的措施 非常会认真 会限制了煤价的升幅 所以我自己这一方面 始终累计的升幅那么大 我又觉得再买 再向上追的直播率是慢慢的 就是因为煤价波动少少 而煤炭股来说 直播率不一样的 见到燃矿能源 今天都有半成以外的升幅 报在20.7 中国神华方面都升到4% 补充多个燃矿能源 今天都见到52周高位 中国神华也是 这一节和阿米聊了这么多 有没有拿着刚刚谈过的股份 是没有持有的 感谢您的分析 我们又聆一会儿 感谢您的分析 昨天道指期货走势偏远 美股未止跌 恒生指数最多跌191点 之后倒升33点 听到中本未跌 下周回来都变得不太大 24800水平徘徊 最新跌52点 我们看看恒生科技指数 新经济股今天都重磅走势一般 最新恒生科指5610点 跌56点 都1%跌幅 走势弱过恒指 看国企股指数最新走势 下周回来 现在见到8778点跳跳 未跌9点 说一些升的东西 保险股强势 平保曾经上升69元水平 创超过三个月高位 其实国寿更厉 之前很少人提他 但升升下 今天最高位见过15.02元 去到超过半年高位 有什么消息呢 其实内地市今天很个别发展 反而留意债息 内地十年期的国债知识率 是说中国国债 上回到2厘8水平 去到1月18日以来的高位 通常国债知识高 大家憧憬对于 这些有买债券投资的保险股 对他们有利 看看会约港股里面 平保都上榜 看下头五位就知道了 平保在第五位 升近接近百分之三 前几只跌 腾讯跌7.6元 盈富基金跟恒指走跌6个先 若明生物未止射跌了超过半成 恒生中国企业跟国企指数走 看国子偏远 这二百二百都跌了一毫子 好了 移动股 看看981 集团派成绩表之后 管理层有些好消息给大家说 第一季产品的平均售价加了超过一成 高盛说这个指引好过预期 股价上过二十个半 最新仍然升百分之三 做着二十个三毫半 这日跌的股份信达生物 因为有一只肺癌药 被美国FDA要求要做多些补充的浪床试 补充的临床试验 股价大家觉得坏消息显著售额 先休息 回来跌幅360 旁边有Stanley在 和大家跟进大市 Stanley 你好 看一看股价表现 刚才半天都可以倒升 都升到十几点 不过下午开市又要倒跌 这一刻跌83点 暴跌24840点 其实今天都曾经跌过8点 看看下午有个大市 有没有可能做好些 不过分行指数方面 暂时只有工商指数跌 其而全数都可以升 总成交方面 748亿多 好 我们不如都问一下Stanley的大市后市表现如何 好 其实都看着今天的行指表现比较反复 不过始终今早早 大家都想是否会被美国股市拖着 但其实曾经都叫做倒升 你觉得港股是否还有些上网空间 近期都试着25,000这个关口 如果真的可以站得稳 有没有再看一线 站得稳25,000楼上 似乎有个形势上也好 走势上也好 真的好像这样 要转强一点 其实你说现在为例 现在跌大跨是100点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昨晚美股相后的话 跌幅都真的不算特别多 不过就真的 如果以这个星期来计算的话 真的我们说有很多 可能汇控 中期和这些都还要去参与市 兼且科技股的表现 又未至于太过差 这些情况似乎 例如说港股在大学的时间 还有可能再试一些高位 不过就很明显 25,000这个位置 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因为你见过去这些 几算的时间 冲上去都好 都叫做站不穩这个水平 所以你说后市区关键支 究竟能否真的 站在25,000这个位置先 不过就如果你说 一些短期的状况 始终可能大家对于 美国的息口 以至到下个星期 轮到内地方面 就会公布一些 CPA数据的情况 所以就变成 可能投资社的 官方的气氛 都仍然在 所以就做步做步看 看看这一转 如果假设市 真的可以有一旦 看看今晚 这位置能不能站得稳 站得稳的话 再做做步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上旺一点 不过首先前提 也是企稳25,000 今天还是25,000以下 报是24,811 这一刻跌 那一刻又跌多一点 跌过8点 好 我们看看旗子表现 旗子方面又做成点 2月份跌198点 3月跌198点 总成交方面有51,000多张 看看内地股市表现如何 上证靠稳升不够一点 至于护心300指数跌5点 创业板方面跌幅到1.6% 不如找一些升的板块说一下 就是内房股 内房股之前大家一直在担心债务问题等等 不过近期好像回来了 例如好像六八八、中海外和云地 全都创了52周升高 说真的 中海外升2.4% 中海物业都可以创新高 其实内房股和物管股 整体来说都做得不错 但是你觉得 那个势头是否真的改变了 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 看看内房股、物管股做好 有什么原因 我们列了三点出来给大家看看 第一点就是1月份 新增贷款近4万亿人民币 创了纪录高位 是否也意味着降准、减息之下 大家都冲净放宽、银根这个情况 另外第二点就是有传 全国统一监管楼花预售资金 市场怎么解读呢? 就说规范有规范 就可以有利资金合理使用 第三点就是据保内地、深圳等多地 调低房贷利率 我们找了这三大因素 你觉得是否真的能帮忙 比较看好哪一点的因素 先说第一点 新增贷款 数据好像也挺厉害 不过这跟内地方面 放水的模式 其实都有些关系 通常内地的放水出道 通常年初的时候是特别厉害的 所以你说这个数据压大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你也可以将它视为 可能银根比较松一点 气氛上也有利益 可能你说房企 这些情况 至于另外那两个因素 某程度上都很明显 真是针对着现在楼市的情况 即是可能你说一些 可能下调也可能有机会 可能请多些人去职业 始终你见得到 过这一段时间 其实楼市的市道 在内地方面是专差了 你见到那些 我说近来那些 房地产的囊压商 那些消购数据 这些房潮数量 其实都是差的 所以变相之下 在气氛上也是 有理会他们的行情表现 只不过这些消息 是否足以令大家 可能对于你说 那个债务的阴霾 可以完全地消化了 我觉得还是言之上早 因为这些其实没有 你可以说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内房方面 有这些正面消息的时间 他们的价格 都是反弹的 而且通常负责要高的 那些 那些淡幅更加之惊人 但通常都是很短暂性的 所以这些 这些因素 我觉得又来回市场 短期的投资气氛 但是长远来说 是否真的可以解决到 现在大家所担忧的事情 仍然是言之上 如果我们选择股上 始终最近看到他们升得这么好 特别是头两只 就是中海外 和云地都可以升得这么好 是 那你觉得是否都如果有货 都可以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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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真是很个别的发展 因为大家看他们的股价表现就知道了 就是刚刚你也提到 好像你说中海外 云地这些 其实我估计是不断的 就是破52周的高位 亦都反映了 似乎大家对他们的前景方面的看法 都仍然相对比较乐观 但是也不难解释 因为大家过去这段时间 担心很多内房的房企的责务问题 但是两者 我相信 大家看他们的数目 会看到的 证务水平是极低的 而且这些叫做一些僵器 变相之 假设有些病救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多些机会发展 这叫做法围 但是其他那些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即使是他们的家 可能弹得不错也好 都只是由低位到反弹 你还没见到一个明显转世的情况 而且在落地方面 你见到现况就是 始终卖的成绩 表现仍然差一点 其实变相之下 这一批房企 虽然短期的流动性 有机会可能会缺乏 但是不要忘记 因为在债务水平 都从来比较高的情况下 你要买这批板块 只可以说 短线薄反弹 是可以的 但如果这些真的要 用来握住它 始终股价波浪性太高了 所以就顺利短炒就算了 这些短炒就算了 我们也用华洋子 来作一个例子 它也见到52周新高 如果看它是RSI 快到76这个水平 都没有再升上去 这一刻追 是否也有些高追 是否需要先等一等 然后再接迫一个中长线的反弹 如果你看运地的走势去看的话 其实很漂亮 它现在整个pattern 是一个叫上升冬度的限 其实是很漂亮的 但现在这位 又刚刚好叫到上升冬度顶的位置 而且逼近 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它之前的高位 都要差不多这些水平 所以按道理 如果你真的要追货 在某程度上 你已经等它再有些突破 如果这些位置的话 可能你见到它的股价 可能去到大约42元 多少稳 才再追到未遲 反而突然转这些位置 假设你说有些回调 其实是不足处的 这些位置当你下回去 不太多 大概是39 甚至乎 37、8万 那些位置 这些都颇高 所以想买多好 似乎 有些回调的时间 才再想到以前 好 那就是这样的 Stanley 觉得 一回一回再买 下回40元 留下这个水平 让我参考 你现在十天线 跟着经济通 大约38元 好 不如看看大行怎么说 大行 其实都没有说 对于这个板块非常乐观 他说 现在觉得内地 内房短期 都可以舒缓到 他们的资金压力 不过瑞讯提到一点 就是现在 可能他们的销售还是疲弱 野村都觉得他们的股价短期反弹 最受惠是有融创 其实野村和瑞讯都觉得两边都可以向好 不过大摩提多一点 觉得这个板块还是要政策支持的 这个补充完 顺便说一下物馆股 因为那些物馆股 今天都跟着一齐有得升 看着整版本的升得好 还有如果以刚才提到的 就是中海物业 也创了新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选物馆股又好些 如果在某程度上 两个要真的去比较的话 物馆真的可能安全一点 因为始终他们的业务 比较上是再平稳一点 但是一样的就是 因为大家始终以往的时间 觉得就是说 可能一些物馆公司 有这个母企 可能不断有些新的项目 落成的时间 可能管理管面积更加多 但现在可能这方面 可能那边就差一点 不过同一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内房的房企 都可能是责步的问题 有机会加强并斗 所以如果要选择 大一些还可以想一想 好 暂时物馆这个板块 只有几只跌 其余普遍都是升的 这一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休息一会 这节目时间了 旁边也继续有嘉宾Stanley在 看下大市整个表现是怎样 港股方面 现在跌幅又收集到不到8点 82点跌幅 报在24,843点 上证升1点 不靠稳格局 深正方面跌81点 报在13,350点 我们再看看匯约港股 现在最新造价 腾讯跌7.8 跌幅1.6% 刑户基金暂时跌6个先 约名跌幅挨近半成 恒生中国企业跌6个先 评报方面有2.8%的进状 看下6至10位的情况 中移动暂时升3毫 美团跌5元 阿里巴巴跌1.1 继续在82元上 友邦升不够1% 还有中芯国际出了业绩 也好过预期 升幅现在有3% 见了超过一个月高位 上升20元上 看其他主要蓝手股 现在的情况 汇控暂时偏远格局 友邦和中移动向好 港交所跌6元 煤气跌6个先 我们继续和Stanley一起谈一只股份 就是华润电力 留意他发了刑警 花期调低了目标价 不过是被卖入评级 详细内容是什么 目标价其实调低了1元 现在是看25元 主要的原因就是 预期煤炭的成本 会继续高期 所以将金明两年的盈利预测 都调低了 还有说一点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华电和华能国电 其实最近都出了类似的刑警 所以他说 润电出刑警都觉得不意外 所以就叫大家留意着 就是内地放宽电价限制之后 就是说今年煤电有望加价半成 还有留意多一点 就是最近彭博也有报导 就说润电今年可能分拆再生能源业务 来说上市 相信到时可以释放价值 Stanley 你怎么看润电呢? 今天的价格就是现在这一刻 就是立为偏远 我认为大行的看法 也没错 如果你认为刑警 这个很需要看回 因为煤炭价格升级上来的时间 你去刑警 真的要预测 但是华电 这个润电 大家一向以来 对它的憧憬就是 新能源业务方面的发展 因为现在新能源业务的占比不小 所以变相就是说 如果你看回新能源一旧的话 我相信对于它未来的股价 大家说是一个重点 都放回这方面身上 甚至乎有些消息 有机会可能之后的时间 是分拆的话 其实对于公司的价值体验 都会得到提升 所以这些情况 对于公司的股价 反而是正面的 当然 如果纯粹以回到火电的範团来看 我相信现在那个镜 正有办法是稳定的 如果之后真的有机会 可能上条的电价 对于它们来说 至少压力会有些舒缓 所以我前途上 你说润电 我目前很特别易见 但当然如果要买的话 似乎大家真的不是 要是火电这一部分 是至少有些新能源部分的东西 补充个资料 其实润电 其实去年的业绩 火电方面的利润 其实是跌了六成 不过再新能源那方面的利润 都涨到七成 其中大家觉得这个股份值钱的原因 就是它有再新能源那一部分 但刚才那份报告也提到一点 就是它迟些分拆再新能源 这一部分出来 其实如果上到的话 短期内是不是都对融电股价有帮助 还有没有得炒呢 这个消息 我相信如果它要分拆这个业务 都不是一时三刻做得到的 就是大家可能对这方面 其实都或多说少说 有些的憧憬的了 所以变上你说对它 假设真是落实这个消息的话 当然对它的股价 会有一个短期的证据作用在那里 但是分拆完之后 就有两体了 分拆完出来之后 变上就是说 你现在自己的帆 就是本页 又变回火电 就是特大第一次 你说拆出来之后 那一块 反而可能有机会 那块的憧憬更加之大 所以变了 在拆之前 假设真的有消息 说会分拆的话 短期的股价是有帮助 不过现在可能是 如言之上早 好 看起来其他电力股 今天那些表现 普遍来说 都是一个偏远格局 就是中国电力 都有2%左右的跌幅 大唐发电跌1% 其实如果这板来说 你觉得其他那些 有想不想得过呢 如果那些电力板块 我都是倾向于选择新能源 这些比较常是传统的 这些都真的不是我费茶 所以那些 因为始终没办法 如果未来大趋势的发展 一定是新能源的 即是相关一些的范畴 所以要选择的话 似乎是新能源那批 当然股价波动性 比较大的 但是那些板块很多股价 都真的已经去到一些 可能是 叫做华人区底部的支持 一波反弹的话都可以考虑一下 好啊 其实坦白说 中国电力 他近期都在转型 就是再生能源 之前也有不少大行 赚他 因为再生能源的占比 越来越好 增值也好 之前都推到股价 现在都在4元这个水平 好 有位家庭观众 梁小姐 他想买一只农原电力 他就问有没有什么价位 买好呢 目标又可以上网多少 龙原电力 其实都很容易看 为什麽呢 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 龙原电力本身 你见他的股价 就是我们下方 他那个比较大的支持 其实大概是15元这个位置 所以你只要他之前的时间也是 他不穿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有货的 都可以安心持有时去 有货的话 推到这些位置 其实这样计的话 15元是什麽概念呢 就是当你跌一成 就当是止蚀 那样的概念 所以现在这位买的话 我没什麽意见 甚至乎 如果你说你急着要买的 你可能等他的价 可能在首位有些回落的时间 再部署一下 因为 刚刚提及到 10元这个大位 就很硬正 第一 第二是说 始终这些新能源的板块 我相信 大方向 都一定对他们的扶持 消息面 一定收到比较多 所以这些板块 按道理 你长远来说 不会怎样差 所以你自己想一想 什麽价钱买 但正价钱入到 他不穿15元 问题不值 好 不穿15元 问题不值 这一刻 16.7片远格局 好 顺便说到中国燃气 与国家电头集团 达成一个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详细来说 公司会和国家电头集团 碳资产管理 一起开发原域市场 推动乡镇村农村 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 和在封电 轻能储存能源等方面合作 可以加快在双碳市场的发展 看看 有位家庭观众 韩小姐也想问 中国燃气 韩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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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未有货的 韩小姐 是呀 是呀 未有货的 是否想买的 是呀 好 Stanley 多帮忙 先说它的股价表现 一段时间有些反弹 而且你看到 13元的位置 好像有些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 假设你买货 13元 你当它不穿这些位置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甚至乎 13元的支持我先 不论公司的业务前景 我就比较上去忠诚 因为始终公司 过去一段时间 你见它的股价表现 其实也挺挑战的 现在你买的话 只不过是 我当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所以你要向上望 暂时 可能先看着 大概15元这个位置 先 但记住一件事 一穿13元的话 一定要止蝕 穿13元就一定要止蝕 没错 你觉得现价也是可以买的 没所谓的 但是15元 你先看着15元这个位置 即水位也不算太多 没错 明白了 Stanley也给了意见 看看现在买 看看是否升到15元这个水平 简单说 信达生物有份研发的肺癌药 暂时未能进入美国市场 他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核下的专家顾问委员 要求信达生物和里来药厂 合作研发的肺癌药 做补充临床试验 证明药物是适用于美国人 暗时现阶段是不支持批准药物上市 证明一下你的情况 因为这只股份 今天见到价格 都因为这个消息移动 都跌了一成 是不是都不看好 都很惨 为什麽呢 它的股价变成雪上加霜 你看到图片也知道 是呀 但是你再加上这些消息 因为对于这一类的药股里面来计 一旦那些药品 可能研发有点阻滞之下 你的股价一定会有这种反应 所以你只能说 短期的股价 積药就真的没办法 但是这些位置就算我买也好 暂时不建议大家考虑 而且这些应该是要等 可能它迟些有些药物批准药 有些什么临床试验 测试成功才有机会炒得快 所以你说现在这些位置 暂时都真的不要折磨刀 等等先 好的 Stanley 建议这只暂时不要碰 今天都跌了一成 落到30元这个位置 Stanley 刚才说的股份 都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 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各位一节的财经消息 浅水湾南湾道一幅小型豪宅地 中午截标 延长所见最少收到百份标准 地皮是占地2万1千平方尺 最高可见楼面大约1万9千平方尺 市场估值最高超过14亿 每尺地价最高达到7万5千元 及人道英王 建号地产和加华等等 中小型发展商入标 大型发展商信志和英军也有参与镜头 打算大概2至4栋豪宅必须荷物 兴建时间都大概要5至7年的时间 本身地皮是有很多叫做乘汗是需要做的 那些时间我们都有反应在出街上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但是对于起好将来来说 因为那里是一个豪宅的地方 都一定有它的追风者 那我们公司可能会做一个长期投资 可能会收租 都不排除会收租 王杰证券公司和14家银行 签订基建贷款合作量解备忘录 合作银行包括奥新银行 中银香港 法国巴黎银行等等 按揭证券公司说 和多家银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多基建融资项目 促进公司实现基建贷款证券化 或其他形式的资产货币化等相关策略 巩固本港成为基建融资中心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 据报将在北京设立設計中心 华尔街日报报道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一份文件 Tesla将在北京设立一个设计中心 根据早前发布的北京市政府 今年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 北京正推进几个和电动车相关的 重要设施建设 内媒报道 Tesla在内地建立设计中心 以为未来将会为内地消费者打造全新型的新型车 据报内地调整预售榴花资金的监管 相信有助舒缓内房财困的困难 21世纪经济报道 引述业内人士说 近期相关部门已下发预售榴花资金 全国统一监管的意见 表明预售榴花收取的款项 先会全部放入专门监管的帐户 确保先用于建设工程开始 在确保有足够资金员工之后 内房可以提取余下的资金使用 财经消息到这里 多谢收看 来到交易现场的时间 时间来到1点38分 市场又稍为跌多饭 当然早上低位未穿 现在最新补布 最新24771 跌154点 今早最多跌191点 低位早上做过24732 现在还差几点 有点不乏 看来内银股 保险类股份走势不错 金融指数最新是逆市上升过百点 总成价有857亿多 金融股本地银行 国际银行都要留意 虽然汇丰走势一般 最高汇丰做过59.1之后反复 恒生不错 恒生银行一度是创过超过52周高位 去到167元的流上 其他又怎样呢 我们看到 如果金融股里面有帮走势都靠稳 银行股里面 我们再继续看到 大新金融大新银行走势都可以 补充中印香港 多人关心收息股 最高见过32.3毫半 不如看保险股 刚才我们开始速报的时候 提过两只 平保和中仁寿 中仁寿超过半年高位 平保超过三个月高位 内地债息向上 估计可能理好他们 因为内地股市没有什么表现 其他做得好的 我们已经看到 有新华保险 股价升幅超过百分之一 都是几个月高位 再看上去 国际金融类股份 即是国际保险股 即是宏里继续有势 股价升幅又挨近百分之一 好了 就升得好 不如留意餐饮相关股 今天大家 已经看海底路很厉害 半天表现最好蓝筹 最高位做过20.3毫半 去到挨近三个月高位 就是百姓中国 虽然之前的业绩有些大行说 差过预期 但今天又大手上板 股价都有移动 最新股价仍升超过半成 曾经上回400元 最新做397元 其他做得好 仍然都没见到 好几只升幅都超过百分之三 即客部客部 去到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好了 船仔股未停得 昨天同大家提过 波罗的海指数 这几个交易日升得很厉害 前日升了成多 昨天再升了成三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反映运费指数 最新去到1940点 航运股有些继续开船 例如太平洋航运 股价升风挨近百分之四 中远海控升百分之三 当然东坡海外 近日走势一般 最新都是逆市偏远 逆着整个板牌偏远 跌了两毫 做得好海风 去到大概一个月高位 股价升幅又超过百分之一 好了 下周 我们的移动股 值得大家留意的 正荣 即有两只正荣系上市 一只正荣地产 另一只正荣服务 虽然刚才我们看到 内房类股份 或者物馆股里面 壁柜原服务 做得挺好的 但这两只不是很对路 下周回来 本来我们看到 譬如正荣地产 一度跌两成 跌两成多 也很厉害 那时已是跌幅最大的股份 几个月之前 但现在这下 大家看到 跌幅显著扩大 跌六成多 大概1.19分的时候 曾经触及市场波动 调节机制 短暂停过板 之后 一復后 再跌多了 旗下的证明服务 股价 大家看到 还跌得很厉害 最新跌了七成九 肯定是跌幅最大股份 找了好一段时间 还要查一查 究竟发生什么坏消息 大家记得 一只内房一只物馆 会不会和相关的担心有些关系 待会再看 好吗 这段时间我们再看看报告 今天可以留意一下 正应这件合作 中国燃起和国家电头集团 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他们一起做什么呢 有些合作 包括在乡镇那里 使用太阳能的光伏发电 风电、氢能、储存能源等等方面 几方面都会和国家电头集团 旗下公司估计有个合作 希望加快在双碳市场方面的发展 384的估计今天反复复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补充 好吗 欢迎收看《积金创库》 今天就欢迎身边嘉宾陈瑞龙先生 Hello 陈生你好 Hello 朗宁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隔晚最触目就是美国通胀的升值 广度40年高位 7.5%按名升幅 加息预期最后一步升温 究竟强积金如何部署呢 都要逐步请教一下你 当然了 美国息口方面 现在市场因为因应着隔晚的通胀 那么厉害 可能加息次数和幅度的预期都上调了 是的 有些行人还在担心 可能今年要加息7次 甚至乎3月份加息那幅度 有联署局官员都说 可能是0.5厘 你自己怎样看法 是的 这个我想大家预期了 昨晚的数据出来 那个通胀就是大家预期的高位 其实是平均 高过预期 是的 平均是7.2厘 7.5厘 大家真的很害怕 是 那即刻市场上升温 是吗 3月就不自家 25点了 即刻加50点 接着次次加 那我想这个情况 就是联署局 其实来说 最主要都希望打压液通胀 那大家现在都知道 通胀其实就不是说 那个需求很大 大得很厉害 所以令到那些东西上升 是因为疫情影响 那个这样的供应 所以令到那些东西 就是跑了上去 再加上那些传统的商品 譬如是一些燃油 煤炭 就是因为以往的环保的概念 就是那个供应 就未能够立即加上去 所以令到那个通胀 来得很厉害 那离开联储局的2%的标准 就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大家预期都会加得比较多 和快 但是如果看经济 其实经济是比较脆弱的 如果加息加得那么快 其实又不会令到供应上来 因为加息不会说 供应多了 只为压抑的需求 所以经济这么弱 如果你这样压抑的经济 大家就会担心 那会不会倒下来的 所以昨晚的调整 就是那个原因 大家如果是强积金的投资者 都要避开一下美股 和欧股都要避开一下 因为大家的相关联系都很大 但是都要留意着 就是看着通胀的数据 和看下三月加息 是不是真的会加50点 如果加50点 就是说这个这样的 联储局都是担心通胀 就未必那么容易受控 如果加25点的话 表示他们在这一方面来说 通胀都可能是短期性一点 就不是说长期都很紧要 大家投资者就要留意一下 这一方面的数据 等自己可以了解一下 是啊 就是联储局 就决策权那方面 都是看着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通胀 另一个就是就业波情况 就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着的 目前来说 最新就见到 根据利率期货显示 3月加息 就是估计0.5厘的话 都是大比数 96.7% 估计加息0.25厘 只有3.3% 当然 看我们港股 相对影响 就没有那么大 很明显 如果整体来说 就看一月份 强货金基金平均投资回报率 总结来说 跌幅接近3% 有统计显示 自2016年以来 回报最差的一月 今年开局不利 人均回报少了7500 只要4元 只望全年投资回报 又会是怎样呢 是的 一月来说 大家都知道 因为所有的中央银行 都由量化宽松 就变成量化紧缩 令到欧美股市跌得很厉害 美股S&P跌了5% 纳指更厉害 跌了10% 欧股也跌了4% 一月港股也做得不错 一月港股也升了1% 所以债券也跌了 平均也跌了2% 所以一月的强积金跌了3% 差不多 每天跌了7000多元 大家都预期 但如果你看2月初这几天 那我们港股也跌得不错 升了4%多 虽然说今天市场有点回调 但仍能够向24000至25000 现在欧美股市跌得很厉害 其实二月有机会 够回收取 拿回蚀的本质赚回 可能赚1%或2%也不奇怪 希望欧美不会调整得这么厉害 其实二月份有些不错的发展 你也是看好大中华区 是的 也很难说整年这样看 现在逐个月看 似乎大中华区 港股这些就好些了 那美股市有些调整额领 因为去年它们相对是大赢家 是的 如果各类型资产去分类看 上个月就看到混合型资产回报最差 其次就到股票基金 混合型资产过去通常波动性比股票基金小一点 为什么一月份亏损会最多呢 是的 如果你看回资产配置 其实所有的股票基金加上 在我们的强积平台 大中华区加上佔了一半 所以就说在一月 大中华区本身上来说 尤其港股做得比较好 所以跌幅就拉高了 跌幅拉低了 而那个混合资产 但是因为看到 如果你看回混合资产 其实平均来说 一半是股票一半是债券 在股票里面 港股票比较少 只有21% 有一半就是欧美股市 大家都知道 欧美股市一月跌得这么惨 所以来说 股票成份就拉低了 再加上那个债券又跌了2% 所以在一月 那个混合资产 比这个股票做得比较差 原因就是这样的 至于你说 未来怎么看股票基金 都是那一句 我们都看好大中华区 港股这些都好 欧美大家就不要抱太大期望 那如果整体股票基金 是否都预计继续要负数 还是要看着欧美股市 是不是跌得这么多 我们觉得整体股票基金 可能有个正数出现 因为始终港股 大中华区比较多 还有亚洲区也是多的 欧美其实加上都是30%左右 所以整体我们觉得 就是会是这样的正数的机会 比较大的 好啊 那看吧 也不希望整天都是红色的 是的 没错 或者附数的回复 希望大家都有进涨的 当然了 资金流向也要看看 回顾去年全年 这个强积金的资金流向 根据你们统计 资金主要转移到高风险的股票基金 是的 混合资产和固定收入资金流出 如果现在美国又可能会加息 反观内地可能会放宽措施 你会建议投资者是否继续铺牌呢 转移资金去到高风险资产呢 想什么因素呢 是 用回去年的数据 如果是我们看 在这个这样的低风险基金 保守基金 保证基金 和债件基金 其实转了280多亿出来的 其中大部分转了去大中华区和美股 大中华区和港股差不多转了130亿 但大部分在年头 如果有记忆猶新 去年头转了去大中华区和港股 就惨了 应该蚀钱 反对美股大约有99亿 但见到他们在年底转 大家都知道1、2月又蚀得这么惨 所以大家都见到这些转移 大部分人都是跟风 没什么怎么做功课 见到他辛苦就买进去 这个我们就提计那些投资者 不要太跟风 就是做功课 如果真的还有些钱 可以买高风险的基金 就买下大中华区 如果是低风险的投资者 不要等那么多在债券 即是大券都继续跌虚 一月也虚了2% 再加上昨晚通胀数据 那些债券都没有运行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不承受高风险 就买一些人仔 或者等在保守基金那里 虽然没有钱赚 但都不用亏了 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是的 今晚美股十年期债息都去到两年流伤 债息升的债价跌 那个问题都要看实 废税报告都说上个星期 其实债券基金有不少的资金流出 是的 当然刚才你说过具体 大概是怎样部署 但个人来说 我们也帮家庭观众 回答一下自己的NPF言栏 一位男社观众 26岁的男生 刚刚入职场 不久 强积金公款 平均分配在五种基金 看到了 相当平均 每样两成 欧洲 香港 亚洲 美国股票基金 另一类就是混合资产基金 他就觉得自己是年轻 可以承受高风险 这个组合又对不合他呢 是的 首先26岁 到65岁 除了39年 差不多41年 如果可以 其实他都很进取的 你看到差不多九成这个股票 一成是这个债券 这样的 但如果可以 可以再进取一些 如果风险承受能力 可以抵索得到 就进取一些 可以全部买股票都可以 不过就要整理一下自己 那个区域的分布 如果用它现在的分布去看 这个欧美股市 加上大概45%左右 港股大约就是三成左右 其他就是这个亚洲 再加上这个债券有10% 大家都说 昨天都说过 就是说这个欧美就 就是减轻一点 就是这么重 就不太好 应该可以减到 就是欧洲有10% 或者美国有10% 加上20% 然后可以加多一些 就是大中华区和香港 分别是35%或者30% 那样 其他就是15% 就可以买在这个亚洲 就让它那样的回报可以好一点 好啊 就是说逐步 就看下它的风险为立 不过可以减轻一点 就是债券的投资 就是进取一些 就是看一些股票基金 就稍为缩回欧美的股票 加大香港股票或者亚洲的概念 当然 讲开港股的表现 我们追踪上个月 股票基金的情况 好啊 香港的指数追踪回报 就是跑赢了 就升到1.6% 去年香港股票基金 查识包尾 大家不意外 因为整个港股都是环球包尾 就今年投资回报 有没有得改善 甚至追赢其他市场 我们刚才都讲了好几次了 其实今年年头来说 都是大中华区 包括香港股股 就会比较好一点 大家可以真的 或者给多些下去 这个大中华区和港股 其实如果有钱多 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买那个可购税自然性公款 因为就来报税了 那个可以给大家 买6万元下去 减下一些税行 如果是去到最高税率 可以坏成万元的税款 所以可以考虑一下 都提议如果真是 做这个可购税自然性公款 都可以考虑这个 就是大中华区或中港的股票 好啊 就是说都可以看看 是不是这个 部署 对你来说 是不是成立 是 简单看上个月 强积金固定收一个基金 人民币债券 是否立即正回报 是 亚洲和环球债都是亏的 都可以投回小部分的股票基金 但是如果譬如说 那些钱真的要想着要花 不想再冒风险 可以考虑 就等多点在人仔的基金 因为真的 人仔还是比较强势 再加上息口比较高一点 所以 这个回报 不用太担心会蝕 他真的很担心蝕 就放在保守基金 保守基金差不多大部分是银行存款 就是不会什么蝕钱 到时如果拿钱走 就不用担心会不见了一截 不过这个是不是临近退休那种做法 就这么保守 如果一般 好像刚才那位年轻人二十人岁 其实大部分都投资到股票 小小债券那种配置 是不是主力选择人民币债券为主的基金 是的 我们今年也是这样提议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回一月 所有的环球债券 亚洲债券 全部都虚了2% 是人仔和保守基金 大家不用亏钱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好了 当然 好像说的 做多些功课 才好 调自己的倉 多谢你的分析 先聊到这么多 谢谢